20岁的女人已经30年没出过门 她每天躺在沙发上看电影吃零食 就在这时 一颗陨石从天而降 准确的砸在了女人的房子里 邻居大妈帮她拨打了求救电话 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 进屋子以后 房子上面被砸出一个大洞 而躺在沙发上的女人也被陨石击中 可女人的脉搏却十分的稳定 各项指标都正常 队员检查脚趾 发现脚趾也能正常活动 队长判断 可能是被指抵挡了陨石的冲击 使得陨石的能量没有扩散 只击穿了女人的腹部 接着消防员为女人做疼痛测试 奇怪的是 女人根本感觉不到疼 消防员打算把女人送往医院 结果女人长时间躺在沙发上 身体已经和沙发融为一体 如果强行移动会大出血 没有办法 消防员只好将沙发连同女人一起送往医院 小帅趴在下面一看 发现那颗陨石还在燃烧 当时他就想带回家自己收藏 队长果断的拒绝了他 毕竟不属于地球的东西都是属于国家的 随后队员用切割机切开沙发 把女人抬上救护车 可女人却说自己太惨 他在家里还被陨石击中 消防员安慰他 你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陨石砸死的 已经非常幸运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想要这颗陨石吗